173. 香港相報,一帶一路機遇難得 2015年7月18日香港評論A.02參政以正梁智祥不者狠認同梁振英特首所言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優勢是十分獨特和巨大的 由於香港是一國的一部分,我們能夠得到國策支援 例如立日國家的總體規劃之內 在十二五規劃中更列明《港澳專章》明年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 預期同樣會再次制定《港澳專章》 此外,胡港通和深港通的推行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康牌撕平越來越完善 這些都反映了國家對香港的支援 另一方面,香港卻始終保留了原來資本主義制度的特色 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港元與美元掛耀,金融市場開放 出入境相對開放和簡易,採用普通法制度 以中英商語為法定語言,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 一國與兩制的優勢結合起來,既貫通內地又融入國際 使香港其他競爭對手難以比以的,一帶一路工程浩大為更好地發揮 一國和兩制的優勢,承擔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港人必須同時關注國家和國際的最新發展形勢,從中掌握機遇 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年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概念 意圖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大和二十一世紀海順絲綢之路 預期可帶動二十六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四十四億人口的發展 並產生二十一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 由於一帶一路經過的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 故預料可帶大改善相關國家人民的生活 不誇張地說,一帶一路可為人類史上最浩大的建設工程 是想像一下,從中國鎖高鐵可以直接通往西歐 這事前所未有的,當事酬之路經濟大建設好後 東北、中亞、東歐和西歐的六路交通將會實現一體化 相關地方的人流、物流及經貿文化交流 必然會大大增加,無而具有或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一帶一路的求上下,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必然越來越大 雙邊及多邊經貿合作必然越來越頻繁 身為香港人,我們不禁要問 在大時代面前,香港可知有什麼位置 不者深信,港人昔日能夠把握國家於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機遇 如今同樣有能力把握一帶一路新機遇 毫無疑問,一個如此宏大的發展計劃必然會創造大量新需求 例如在金融專業、專業服務和外貿方面的人才需求必然會越來越大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專業服務中心和資訊中心 有豐富的融資和外貿經驗,肯定有條件在一帶一路中分一杯羹 例如成為融資平台,提供法律和會計等專業服務的平台 資訊交回的平台等,只要把握好這次機遇 香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會再次提升 亦會吸引到更多的國際優才來港發展 擺脫被邊緣化的困境 跟國家一起追夢不者認為,香港社會各界對一帶一路的認識仍未足夠 特區政府應聯合商界人士,積極宣傳一帶一路的最新發展 近日,梁振英特首表示已向中央政府爭取亞投行在香港設立總部 相信可進一步鞏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也會提升香港在一帶一路規劃中的位置 相信港人都樂見其成 早前,新社聯策劃編制了一首一帶一路主題曲 其中有兩句歌詞 中國香港,中國香港,跟國家一起追尋夢想中國香港 中國香港,與民族一起共見輝煌 不者深信,香港絕對可透過參與一帶一路的發展 展現出一國兩制優勢的最佳示範 新社聯會長,立法會議員梁志祥 坦白戰 栞圈 涝 迷